我們證明學位的方法或許有不一樣 但是學位都是真的 我的論文在全世界的主要的圖書館裡面 所藏的英國法律論文的索引裡面都有提到 astronomical自己用這個字畫並非大家看到東西希望zeni 不過了都需要以就能時就能為這件別的大問題 有人否留給再一點墨 走多條 這是西方風 這比較這樣 更改變了 這個 entfer 所以學位是先駕 Arab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的一封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正式信函 好 那么 这个独立观察报告的标题是 伦敦政经学院 LSE 已经起虎难下了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LSE 9月2号的回复 回复独立记者 Michael Richardson 的态度 出现了急转弯 怎么转弯呢 令人震惊也令人非常不齿 伦敦政经学院的说法一变再变 不过这也隐约透露了 蔡英文诈骗博士学位的败行 已经让英国校方感受到难以抵挡的压力 这边要补充告诉所有可以转达给伦敦政经学院的朋友们 请你转达伦敦政经学院 这一下去没完没了 绝对不会踩刹车 而且这个力道呢 是用洪荒之力要来推倒这个百年老校 如果伦敦政经学院如此的不支持近乎勇 对不起 我们会用四维八德来对付伦敦政经学院 绝对会让这个学校呢 身败名裂 这是我们宇宙政经学院 为了行公益好怜悯不得不做的措施 所以请告诉伦敦政经学院 请告诉英国在台代表处 千万不要低估了 我们在全球的所有宇宙政经学院的校友们的愤慨 这个同仇敌忾的力量 会把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送上法庭之外 会让全世界的媒体来揭露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拜行 好我们再往下看 关于号称蔡英文1983年10月16号 星期天的在伦敦政经学院参加 博士论文口试的口试委员 经过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内部审查之后 伦敦政经学院的秘书 校务秘书叫做school secretary Louis Nato最近在9月2号表示 注意了这句话非常有意趣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无法确定是否持有蔡英文口试委员的资讯 再念一遍 伦敦政经学院无法确定是否持有蔡英文的口试委员的资讯 这个笑话真是可笑 因为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同时告诉所有人 她不知道蔡英文的论文到底怎么不见了 现在又告诉大家 她不能确定是否拥有蔡英文口试委员的资讯 那意思是什么 这最重要的两件东西 一个是论文一个是口试 她都搞不清楚 她都无法确定 那请问你 她为什么可以确定蔡英文拥有博士学位呢 这样子的逻辑送到法庭上她能不倒吗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独立观察报告 不过这个林焕强教授说 这样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回答是重重的掌裹了 曾经为蔡英文虚构两名博士口试委员的 LSE的法务主管Kevin Hess成为我的被告 好很快会收到 再来而且这样的答复等于是第三度官方认为 确认伦敦政经学院没有蔡英文参加博士口试的正式记录 我直接就这样问 今天任何一个法官任何陪审团就会笑出声音来 278页的学生资料 竟然口试委员的名字没有 不确定那请问278页是在干嘛呢 是在画漫画吗 是大军的漫画是收集了大军的漫画吗 还是收集了我唱的歌 那这个278页结果里面 里面竟然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和what examiner's names 那没有那请问你Kevin Hess是看到什么呢 是看到贵吗 好我们再往下看 大家回顾一下颠三岛四 2021年11月26号 ICO的资深个案调查官Roger Calthon 签署了一份判决文 判决文中明确的指出 伦敦政经学院校务评议会 否认持有蔡英文的口试委员的相关记录 这是2021年11月26号 再来 2022年的6月20号 英国的一审行政法院的法官 judge Alison McKenna 他签署了一份判决文 判决文当中明确的表示 有关蔡英文的三位博士口试委员 XXYYZZ的资讯 LSE的档案可能不准确 而且内部有人在质疑那些口试委员的出处 所以她说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accidentally就会在那里 还记得吗 accidentally OK再来 2022年的9月2号 伦敦政经学院的校务秘书Louise Nato 竟然说 又说了一遍 伦敦政经学院 无法确定是否持有蔡英文口试委员的记录 英文叫做 The school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这样够清楚了吗 所以到这边为止 很清楚的说 伦敦政经学院 Kevin Hens 你们已经具备被告的身份 告什么呢 等我们的法律团队把诉状写出来 你们就会知道 你们分别跟一起被告了什么 好 好 我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早上的记者联访就先到这边 因为我们的时间还有限 但当初国民党也是打点这一块 就他们自己好像也都有办法 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 时间久了 很多东西要找出来确实是有困难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的事情讲清楚了 我的论文没问题 我的学位是真的 不要在这事情上做无谓的文章 对不起 谢谢大家